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,陈水扁目前保外就医中,近期他在脸书曝光自己近况,全身布满各种医疗设备的电线,画面相当惊人,他则自嘲自己当了一夜的电线人。 陈水扁在脸书称,自己不是天线宝宝,却是一夜的电线人,也说明不是电机急救,不是小真美容,由非绑票灵虐,而是睡眠呼吸的检查。 对他而言,这样的检查已经避延次了,只要还能呼吸,或者就有希望。 网友健壮留言酸说,再演一下,快除罪了。 报道说,陈水扁2008年11月12日首度被积压,2010年11月11日入监后,旅船身体出现问题,家属与支持群众坚称,便有阻塞性脑中风,口齿不轻等问题,但2012年9月送往桃园医院检查结果无异常,也看不出口吃问题, 后续又有睡眠呼吸中止症,被迫害妄想症与重度忧郁症和病焦虑及多重身体化症状等状况,并开刀治疗呼吸中止症。 2013年以兼台中陪德,陈水扁又被判定有巴金森市症,漏尿情况日趋严重,并第二次开刀治疗呼吸中止症。 2014年,时任台大医院医师的柯文哲表示,陈水扁已经在包尿部了,把他关在监狱对台湾社会的和谐也没有帮助,台当局应该思考让他回家。 目前陈水扁保外就已已延期多次。 陈水扁日前确诊瘟疫,其妻子吴淑珍最近也染疫。 先前陈水扁透露,吴淑珍因为腹肌无法使力,有痰却可不出来,他深夜在社交平台称,吴淑珍虚弱到讲话也不清楚,整个人好像风中残烛即将熄灭。 陈水扁在社交平台表示,吴淑珍阳性确诊,随后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,也同时吃症状治疗药物。 为了确保吴淑珍健康,他不时监控血氧浓度与体温变化,并协助拍贝壳谈。 陈水扁晒出一张吴淑珍坐在医院并床上用餐的照片,透露其妻解除隔离,原本周一,二就能出院,但在检查时发现吴淑珍多项指数检查不正常。 陈水扁还提及吴淑珍受染疫影响,有患觉病精神恍惚,因疲累也无法久坐,很难期待这一,二天可以出院。 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子,如何追悼美丽的富家女。 每次选举前,陈水扁和吴淑珍都会对这个童话故事津津乐道。 为了跳出农门陈水扁读书一直相当发狠,考取台大法律系后,在大三时就以全台湾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律师资格证。 吴淑珍是台南县一个医学世家的千金,学业一般,但个性律职,活泼外向,在中兴大学就读时不乏追求者。 在台大的一次同乡会上,两人一见钟情。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,吴家并不同意这门亲事。 1975年,刚刚毕业不久的吴淑珍就不顾父亲反对,到台北与陈水扁私定终身,因为陈水扁当时要为家里还债,两人生活一度拮据。 除了年轻时的浪漫,吴淑珍1985年初车祸下肢瘫痪后,这对模范夫妻仍轰轰烈烈烈,将爱情进行到底。 没有吴淑珍的支持,陈水扁的政治生涯就不会走到今天,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引陈水扁走上政治这条道的,正是吴淑珍。 1976年以前,陈水扁只是在律师行埋头苦工海事商务,偶尔关心台湾政治运动。 1979年陈水扁开始涉足台湾政坛。 此后,吴淑珍都一直坚定地站在陈水扁身后。 1985年,陈水扁参加台南县长选举失败,答谢支持者时,吴淑珍遭遇车祸。 次年6月,陈水扁因蓬莱导案被判入狱8个月。 为了让陈水扁出狱后仍能继续他的政治生命,当时梁子尚幼,下肢瘫痪的吴淑珍决定, 大夫出征,以身残至肩,自强不息的形象,一举击败后任高雄市长,台湾的区行政管理机构长,等职的谢长廷,当选立委。 由于敢说敢做,吴淑珍很快在台,台湾的区立法机构打出一片空间。 陈水扁出狱后,兼任吴淑珍助理、司机、医疗人员三重角色,继而当选立委。 还有人透露,1998年,陈水扁选书台北市长,吴淑珍替他打气。 2000年熬到陈水扁上台,吴淑珍也开始扬眉吐气。 除了忙着动用空军一号专机为子女操办,世纪婚礼, 还风光无限地以第一夫人的名义跑到法国、美国、范蒂冈、希腊等地。 所到之处,媒体纷纷登出吴淑珍在轮椅上挥手之翼的大幅照片, 陈水扁就会在此时恰到好处地补充,如果要问我,此行最大的成就是什么? 就是我太太一路苦撑下来,让我感触又感动。 吴淑珍的脾气大也是众所周知的, 她的一句名言就是,老娘更年齐,脾气很不好。 陈水扁当选台湾的区领导人后, 因车或觉得愧对吴淑珍,更是对吴淑珍听计从。 吴淑珍、立伟、李敖就曾经爆料, 陈水扁也打老婆,但后来打不过反被老婆打。 吴淑珍甚至自称是陈水扁的老板, 封陈水扁是,怕老婆第一名。 陈水扁上台以后, 吴淑珍对陈水扁的一切大小事情都要过问。 吴淑珍深信箭谈, 曾经到陈水扁家做客的人都形容, 在餐桌上,永远都是陈水扁低头八饭, 而吴淑珍则与宾客相谈欢愉, 甚至记者们打电话进来, 吴淑珍都要亲自接电话闲聊几句, 鉴于吴淑珍在陈家说一不二的地位, 所以在政商圈子里大家都知道, 夫人路线规则, 透过吴淑珍传话给陈水扁。 有人曾说陈水扁身边有六害, 一气二密三师, 迟早会将其害惨。 在这六害中, 身为陈水扁妻子的吴淑珍名列首位, 蔡清香在台湾的区立法机构证实, 接获瑞士查询陈水扁家族案件进度, 相关公文已转给台湾高等法院, 台北的检署指出, 已就扁案执行罚金, 不罚所得共约10.9亿元, 至于扁家在瑞士有3亿多元等海外资金, 会持续透过管道申请没收及要求瑞士返孩。 未来扁案是否重启审理? 高院承审法官曾德水表示, 已规定每4个月含查陈水扁健康状况, 医疗小组均回应没有好转, 未来人得看医疗小组的评估报告。 立委、吴志阳质询指出, 瑞士查扣扁家赃款11年, 陈水扁应被评估出, 随时有致死的危险才获准保外医治, 现在却能出游、防友、到处当网红、 参与政治,连瑞士都看不下去, 为什么法院不能继续审理? 蔡清祥回称, 何时继续审理是由法官决定, 法务部没办法代位说明。 扁家自2008年爆出海角7亿, 特征组另外查出其他海外资产, 在瑞士部分资产已汇害台湾, 瑞士司法部另接受台方请求持续动结相关账户, 至今已逾10年, 双方不时就扁案进度, 冻结账户处理交换意见。 据了解, 瑞士来汉中表示, 陈志忠等人账户遭冻结金额约台币3亿元, 请全责机关说明案件审理进度, 以便对扣押账户作后续处理。 法务部将韩文转发北简, 北简韩转高院了解进度。 高院回函指出, 应扁案停止审判, 陈志忠与黄瑞亮应与陈水扁相关, 以并停止审判。 北简收文后认为, 若以此回复瑞士司法部恐难被接受, 以含请高检署审卓后向高院表达希望高院具体说明一个进度或理由, 好让检方含赴瑞士司法部, 但目前仍未回复。 北简指出, 点案判有罪定验部分, 包括犯罪所得没收, 病科罚金, 目前已执行龙潭案, 南港展篮管案, 原大病妇华案共三案, 罚金六亿三千万元, 不罚所得约四亿五千万元, 合计约十亿九千万元, 已执行完毕。 北简指出, 十亿九千万元包括匾家在案发后同意从瑞士汇回的七亿, 瑞士司法部会还原大行汇的两亿, 加上便卖匾家宝赖豪宅一户一亿三千万元, 还有匾真存款等。 柯文哲在接受赵小康主持的小康战请示, 专访时谈到陈水扁病情, 表示扁一开始是装的, 后来变成真的病, 结果被各界质疑违反医师法第23条, 25条无故泄露病人病情, 违反医师伦理。 对此,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此事发出公文表示, 本局含请该医师说明表示确实亲自诊治该病患, 与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述病情, 一截透过亲自审查且亲自详阅病例得知, 但公文又指该医师担任该名病患民间医疗小组召集人, 被职业登记医院指派, 无诊治记录, 经查、卫福部、 系医室管理系统, 该医师与电视媒体公开讨论病人病情时之职业状态未歇业。 台北市卫生局也对柯文哲开罚二万。 对此,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一廷表示, 是否各机关依法行政, 绝无找理由脱罪之情况, 市长也已规定缴交罚款。